波比大家 我是維佳 以前說起戶外啊 大家想到的是 那現在說起戶外呢 一般來你想起的是 對的 越來越的人愛上了戶外 也越來越的人穿得很戶外了 說到這裡也許不少人會覺得 戶外 怎麼戶外 我很怕溫蟲誒 太餓了吧 我沒有時間啊 周邊沒有合適的地方啊 放心啦 要演繹好戶外風 不一定要真的露營的 沒有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 朋友圈裡面一張張 畢格石柱的camping照片的背後 難道真的是專業的露營高手嗎 你也應該不會去問那些 穿得很戶外的朋友 誒 你待會要去露營嗎 但說老實話 我每次都很想去問一下 怎麼就管不住這手 其實從幾年前開始啊 城市戶外風就非常流行了 而今年開始呢 飽受了幾個月的疫情影響 無法出外之後 很多人呢 更是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 愛上了野外露營 自然而然呢 在進一步促進了戶外風格搭配 以及戶外周邊產品的熱銷了 一瞬間 玩烈了街頭潮流的哥哥妹妹們 厭倦了一身黑特工裝飾的 機能大哥們 都轉向了戶外風穿搭 感覺隨時隨地都能撐起一個 小帳篷開心一把 沒毛病啊 小帳篷確實挺快樂挺自然的啊 那戶外風能夠大行其道 自然有它的道理了 除了在穿搭上面 有著與街頭搭配一樣的方便舒適感 功能性上面也可以跟機能風提美 再加上零部件和做工上面的考究 在這個講求質感的年代 十分吃香啊 那大家覺得戶外風怎麼樣呢 覺得可的 歡迎在這裡留一波一 覺得不可的回一波二 走起 作為一個不難入門的穿搭風格 在配件上面記住戶外風的幾大樣 帽子 馬甲 包包 戶外鞋 顏色細節上面嚴格的遵循 杖青 均綠 卡其 螢光 以及日系最愛的洗水工藝 當然了 如果你要問 佳哥 你這樣也太膚淺了吧 深有點 深有點 呃 我覺得還是留待大家慢慢探索了 畢竟戶外 是完全不亞於球鞋的一個深坑啊 但是戶外類型的休閒鞋呢 今天倒是可以給大家推薦一下 近期發售的三款安踏自熱系列 先來一段ASMR開箱 來看一下這三雙的自熱 是不是那麼的滾胖 燙啊 OK那麼這三雙都是來自安踏自熱系列的鞋款啊 從今年的第一季都推出了首發配色 也就是我手上面拿的這一雙以黑白灰為主色調的 就是我們第一季發布的首發款式 那緊接著呢他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配色以及IP的聯名 譬如說賣的非常爆的這個花木蘭聯名 以及這兩雙分別有 炎黃特殊配色 還有成都特殊配色 那我們現在打一波分吧 這三雙鞋子 每一雙按照顏值來說 一到十分可以打多少分呢 首先是這一雙 炎黃配色 那這一系列的鞋款呢 主要還是以休閒鞋為定位的 加入了戶外風格的防滑大底 多種的材質拼接的鞋身 讓整一雙鞋子的輪廓呢 看起來就很巨大 至於自熱這兩個姿勢從頭而來呢 答案就在於他們標誌性的大底上面 設計師以火焰元素為靈感 做出了造型誇張輪廓鮮明的大底 如果你細心觀察鞋底的話呢 可以看得到像火焰一樣的鞋底花紋當中呢 隱藏著安踏的slogan 安踏 keep moving 安踏 keep moving 還是很有信思的 那我覺得這一個設計 真的要給設計師點個讚的 國貨品牌真的需要多一些這種大膽的設計啊 那如果從鞋身造型來分的話呢 普貨版本的這個黑灰配色 以及成都配色的結構上面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同樣都是幾皮網布結合TPU的材質 不同的是呢 成都配色的鞋面的卡其色調的主調 以及鞋帶位置呢 有了綠色的這個搭配 再加上靴內以及鞋墊上面的主子印刷 整體看上去是非常的成都 那鞋身上面呢 非常有意思的加入了魔術貼 這一隻左腳呢 貼的是一個熊貓的魔術貼 而右腳呢 貼的是樂不出鼠的主題的魔術貼 並且呢呼應了主子主題啊 在後跟上面印上了 左腳結結 右腳高深的字樣 大底的位置上面呢 相對應的改成了深膠底 那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坑紋呢 是非常的深 整體非常的厚實 為這一雙鞋子增添了不少的戶外氣息啊 配合上別注的鞋 和喜歡大熊貓元素 或者成都的朋友呢 應該會直接買到吧 而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這個卡其色的主調 從穿搭當中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卡其色是比較好融入到你的穿搭風格當中的 而另外的炎黃配色呢 從鞋身結構上面就很不一樣了 首先是TPU模塊的去除了 變成了兩副鞋帶牽引的這一種捆綁方式 其中一副鞋帶呢 一直延伸到鞋跟的後面 成了一個小辮子的存在啊 鞋身上面的皮革呢相對會多一點 以奶白色為主調 點綴有飽和度很高的 橙色以及黃色 包括可以在側面自己看到 有個安帕的logo都是橙色的 鞋舌提拉位置是有炎黃兩個字 一樣配有相對應的別柱鞋盒 看來安踏在這一個鞋款上面 是下足了力氣啊 那從配搭上升當中呢 大家不難看出啊 其實上腳效果還是可以的 戶外鞋的味道呢 還是蠻重的 但同時呢 帶有戶外鞋的一些 不可避免的小問題了 譬如說穿上去顯腳大了 加一個穿43嘛 穿上這鞋子的時候呢 就真的像龍船一樣了 不過呢 這不是我擔憂的問題 畢竟如今戶外鞋的風潮啊 也讓越來越多人接受這種 擴形輪廓比較大的鞋子了 那這雙鞋子呢 在大的同時呢 也兼顧了增高的這個功能 男鞋平均增高33mm 女鞋31mm 啊 樂不樂 你說了算 另外在重量上面呢 可能也需要適應一下啦 但是對於穿慣的球鞋朋友來說呢 這也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啦 不計較 總而來說 如果你最近也想嘗試一下戶外風的穿搭 想找一雙右門級別的戶外風格的休閒鞋的話呢 從價格和造型配色上面來看的話呢 安踏制熱可以給到大家不錯的一個選擇 而在鞋身的做工以及鞋底的防滑性上面呢 也可以給到你充分的信心 那這三雙鞋子相對應的 1號 2號 3號 你最愛哪一雙呢 歡迎在這裡告訴我 說了那麼久了 怎麼樣才能得到這三雙的鞋子呢 很簡單哈 在8月22號的零點 登錄到淘寶搜索安踏制熱 就可以參與到這一個系列的開售啦 最後記得給我關注一波來個三零 我們下期再見 將來歡迎